自然疗法 心得分享 接下来我们要谈广义性 早发性 四肢症 阿滋海默症 巴基森症症 阿滋海默症 巴基森症症都是一种脑神经 退化的疾病 我们先来讲阿滋海默症 他这个早期 其实阿滋海默症很难有什么早些的症状 你只会觉得奇怪怎么忘东忘西 好像容易忘记这个忘记那个 事实上很多人都想说 我老了 年纪大了 难免 难免 所以不大会当成一回事 到了奇怪 可能怕洗澡 晚上不睡觉 有幻听 幻觉 怀疑人家偷钱 或者是出门会迷路 变成失踪老人 开始找才认为 好像有可能是阿滋海默症 其实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中期了 已经是中期了 那么千万千万不能够到晚期 那晚期是什么呢 就是不会吞咽躺在床上 不会行走躺在床上 不会吞咽会吃东西会像到放个鼻胃管 躺在床上不会洗澡 不会大便要人擦屁股要人洗澡 躺在床上在五年十年八年这样 这个叫晚期 其实有很多很多人 都是这样 走完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日子 我们要诊断阿滋海默症 事实上 不要不必 千万不要 去做电脑断层 MICT 做这个只会让你吃更多的辐射线 当然医院医师是很乐意帮你开 因为健保可以给付 这个医院是会帮你开的 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做 要做的话 就是做简单的 非清入性的三定力体脑波就好了 那我们的人脑有1500一个神经细胞 每个细胞都好像AVD灯一样会放电 它放的电就是脑波 它的强度只有心跳的千分之一 所以比较不好侦测 不过还是有一些可以侦测 它每秒13次以上的 就叫β波 8到12叫α波 C波波就10到7这样 所以大家看右边β波 右边是右脑 左边是左脑 这个时间轴 中深度的是时间轴 你看这个人 他被这个催眠以后 他的β波就消失了 那么这个13次以上的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考这个催眠师鉴定 就叫他带他的亲戚朋友来 看有没有办法说真的脑波消失 这个是不能够作弊的 有消失没消失就是知道 所以β阿发西太辽塔 每个人就是说都可以测出这种脑波 这个19岁的人 这个正常脑波是这样 那么这个61岁的脑波是这样 他就是很严重了 很严重的 出门就会迷路 出门就会迷路 你问他刚才吃过没 他也忘记了 完全就是没有办法 做了吸的亲没有效 做了高腰痒也没效 治疗也没效 这样 都没有效 他问我要不要治疗 我说你看看 要治疗就治疗 他问说治疗会不会好 我就跟他说 你的好的定义是怎样 他说恢复到我年轻的时候 我说那不可能 我说你脑细胞已经死光了 电脑断层了什么 然后照的都是这样 死光了 死光了怎么会好 我说可以维持现状 出门会迷路要用人带 这个OK 可是你可以不要恶化 恶化是什么意思 我说躺在床上 要人把死把尿 要放鼻胃管 要人拆屁股 不止你不会洗澡 你现在还会洗澡 还会吃饭 以后都不会了 我说那再严重了 我说恢复到婴儿的样子 人老了就变小孩 他一直问 应该我有点难以招架 他说变小孩子又会怎样 我就跟他半开玩笑 我说你会怎样我不知道 我说我小孩子 五个月大的时候 会抓大便吃 老人会不会抓大便吃 会哦 东西给他吃不吃 他吃大便 这个不是不可能 我都看过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人 到底要怎么治疗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脑细胞一个一个死 如果你被人掐住脖子 脑细胞全部一下死光 你人就死了嘛 可是你死得慢 感觉不到 一个一个死 泪淀粉堆积 脑细胞也是会萎缩的嘛 萎缩萎缩到最后就变成这样了 右边是萎缩的嘛 左边是正常 右边是萎缩 左边是正常 右边是萎缩 左边是正常 这样 好 不是每一个病人都这么悲观哦 悲观我就不用看阿滋海默症了嘛 好 这边有一个人 他才40岁 感觉很不舒服 情绪很不好 很不好睡觉 一直多梦 每天闷得要死 吃精神 因为一直想自杀 几乎我所有的症状都给他勾完了 这样知道吗 他老婆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低了一点 可是也没有说低到怎样吧 跟前面那个人比起来 结果我就让他去保健管细心 变成这样呢 你们看 变成这样 他是怎样 充电 结果这个人一做完 呱呱呱呱呱呱一直讲话 找旁边的人讲 故事讲 故事没有时间 他就找对面的人讲 讲不停 他先生在旁边一看傻眼 他说他这一个小时讲的话 比过去一个月还多 一直讲话 这个很常见 这个人他更好玩的就是说 那天他在保健馆礼拜六 礼拜天 就到这个 我附近的一个地方演讲 我有发LINE给他 他也有 我们有发LINE给他 他也有来 我就把这个脑波说出来 他说王医师 那个人就是我 我想惨的 这回怎么办 不知道好还是坏 我就问他说 你那你坐完回去怎么样 他说我坐完回去 精神很好 我到现在 十点多离开你们保健馆 我都没有睡过觉 精神好的要死 所以吸清要小心 有些人吸的心情太好 我曾经有一个人吸的 四天不会睡觉 你要小心 脑波分两种 一种降低 睡得死即火来 闹钟叫不行 火在吵不行 很强的 我说后来当时我怎么讲 我想说惨了 这回如果你们都是医师 要怎么回答 吸了不会睡觉 那还得了 后来我想说 恭喜你 你的脑细胞没死 就好像你的车子 充电器还好 充得进电你知道吗 这个是事实 这个充得进嘛 充得进电是OK的 我说你只要好好的吸清 好好的吃油 火到120也会有充目明 好 标准答案 这样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 要那个极致一点嘛 不能脑筋太顿了 我们自己不能先老年磁带啊 你看我已经 快七十了你知道 我都不好意思讲 可是我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 很多年轻人怕我 他说你脑筋比我还快 我想我为什么会这么快 我以前也是很炖的 我曾经 我最近一直吃渗通饮食嘛 然后我以前血糖高 高到每天都迷迷糊糊这样 然后做渗通饮食啊 这样以前我走台大 我住在台大旁边嘛 台大校园走一圈 一个小时要停 20公尺要停一次呢 我现在走一整天都不会累 你知道 有一次我去菲律宾馆 他们说老人家 你要不要我们俯祸修不用 不我走得比他们全部人都快 因为我每天还走 这个楼梯啊 十层十二层楼走十次 120个楼梯体间 然后我最近脑筋一直 upgrade 好像说以前好像有点像 这个宏记第几代啊 一直上升上升 现在好像iPhone我不知道第几代了 我觉得我虽然快七十去 我脑筋一直 一直那个 一直upgrade 这个真的是这样 一直一直提升 这个跟生同一时很有关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有一次 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 我小时候马来文会高中 后来我觉得我忘记了 那最近去年过年 我就发现 蹦一声 好像那个以前学的东西 又回到脑子里面去了 好像会recall 好像会回忆 所以你们要好好保养 你们的脑 就算你不想活那么久 不小心活久的话 有必要人家拔死把尿这样 这样知道吧 所以说你们今天来这边听 不见得你能够治疗你的病人 起码要治疗你自己 不要拖累小朋友 好 像这边有一个人 73岁 恐慌忧郁失严 唐料片16年 生功能不良快要洗肾了 多疑 易怒 当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可是没有结婚 妹妹带他来 在门口拉扯 就是不愿意进来 后来说好说打 拍给他吃一些油 泡给他吃 然后吃完油 他就硬逼着 去一个保健网 去完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 我想这个人 大概就没有办法 帮上忙了 因为他很养生的一个人 吃素 吃素没有错 我也吃过十年的素 我觉得吃素是好主意 可是他吃错了 怎么错呢 他是怕油 低油低盐低糖 他的油不敢吃 你去买菜给他 他要先用开水 泡一泡 烫一烫才吃的 就是没有油 脑细胞嵌油 结果他第二天来 他说 我问他说 你今天来做什么 他说昨天我吃你那杯油 觉得很舒服 整个人好像清醒 一杯油而已 20cc的油 就是杀鸡加 杀鸡加紫书 他说我要来治疗 好治疗 你看他 他脑细胞是这样 变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充电 我看脑细胞怎么会这样 好都不行 我说 他妹妹问我 他妹妹问我 你看我哥哥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说这种老婆 我左看右看 比我的老婆还好 我说你这个人 不当总经理 也当教授 就是当董事长 他说他哥哥就是一个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这样 创业 白手起家 创业的 真的是被我 讲中了 我常常很多人拿脑坡考我 他说你看这个脑坡怎么样 我十八九不离十 不会讲错 我正面研究这个 你看他的右边 这个 β57变172 阿发波224变662 左边 左脑93变191 305变700多 大家回过来看这个 脑坡变这么好 就是 这个就是还来得及 他脑坡只是缺氧缺乳而已 脑细胞还在 好像你灯泡在 只是没有电而已 你电来了就亮了 你脑细灯泡坏掉 来电也不会亮 这样知道吗 这个很重要 这个概念 你要像我本身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东西 文献是没有的 脑坡全世界只有我在用 智力神经也没有人在用 很少人在用 学校不教 医院不用 没有人在用 都是我在用 我成立脑坡 智力神经医学会 专门研究这个脑坡的 所以我很有心得 你看他智力神经 有体现一些 我们就不谈了 最主要是他的这个尿 我说你这个尿 鸡酸肝3很高 正常是1.3 那么这个尿数大概82了 我说我们正常23 你快要洗射了 你知道吗 糖块钱收入也高 尿酸也高 他说知道吗 医生医师叫我去做人工血管 准备要洗肾 我说你不用 不用洗肾了 你用我们的方法 你看下面这一行 他就大概8月 就是2016年10月1号到 2016年8天而已 他在抽血 鸡酸肝就82降到44 鸡酸肝3变2点多了 我后来听他妹妹说 后来就没有再回来 听说已经好的 几乎跟正常人一样 所以说不是没有机会治疗的 所以说美国癌症 阿滋海默症学会 他公布说癌症 占美国死因的第第位 他很可怕 没有药物可治 没有办法一反二化 像雷根 很多财西尔夫人 都是阿滋海默症 可是传统西尔的观点 我一概不认同 第一 我认为他一点都不可怕 为什么 可以治愈 第二 原因不明 哪会不明 二氧化太高 油吃不够 酸太多 自由基太多 怎么会原因不明 乱讲 没有药可治 当然是没有药可治 问题是不要用药就会好 为什么要用药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人发明药出来 可以治愈阿滋海默症 再来一点就是说 西尔认为说 美国认为说 无法一反二化 怎么会没有一反二化呢 没有办法一反二化呢 像我刚才跟你讲 我有一个大学的教授 朋友 学弟 他就觉得 我今天没有把他资料放上来 他就觉得比我小很多 他就觉得 奇怪 怎么我变顿了 脚还会打结 然后睡觉晚上都 半夜会醒来 然后呢 他就觉得 我好像快不行了这样 可是他又讲不出一个 所以这样 他糖尿病很高 也没有治疗 血糖度是到四五百这样 后来 我说来来来 小学弟你赶快过来 我就帮他做热疗 清 两天 当天就换成一个人 马上就好睡了 差不多三天后 就几乎觉得 好像恢复以前这样 因为他还来得早 不管他脑坡还是很低 没有变很好 后来他就问我说 脑坡会不会变好 我说 你经过这个一个礼拜 变成还是这样 你脑坡要变好 要变成跟我王晴光的一样 这个叫阿婆生子 要阿婆生子 不大可能 因为你的脑细胞 已经死得差不多 因为弱化 基本上我不会给人家 一个不合理的期待 你跟他说会好 那以后他找你怎么办 对不对 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好 我这常讲说 你不要追求脑坡的量化 就好像说 你不要追求钱太多 像日本人听说是 亚洲最不幸福的 感觉最不快乐的民族 那最快乐的民族 就是菲律宾人 会很快乐 所以说 我们要追求一种幸福感 一种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不一定要追求 你的脑坡多好 我通常都是这样化解 我们的这个无能为力这样 像这个前面讲的也是一样 这个前面有提过 这个巴金生思症 他本身也是专业人员 他不相信我这一套 可是被老婆太太拖来的 他每天吃一桶的冰淇淋 就是这样 就是爱吃甜食 都是这样 他已经吃药 吃到走没有路了 因为来我这里的病人 几乎都是不到房 和心不死 不见棺材不流泪的 就是没有严重 他不会来的 后来我就跟他 做这个 这个 其他体验亲戚 大家看最右边的一个 他尿是5 5.55 一直到最后变6 然后变6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排光了 他后来这个整个人 就已经可以维持了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可以停掉巴金生思症的药 基本上我不大乐观 因为他脑细胞 分泌巴金生 那个Dopamine的 那个叫做细胞 如果已经死掉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停了 所以就要看你的实情 我也碰过一些 二十几岁就发生 自体免疫巴金生 没有巴金生细胞的 那就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 我们不是说 造谣状骗跟人家乱讲 我们都是有根据的 所以说 大家要去看一下 长飞脑漏这一篇 这个跟阿兹海默症很有关 还有睡眠后期中止 这个睡眠后期中止 跟阿兹海默症的关系最大 我讲到这里 我要提一下 有一个人南非 台湾人去南非 住了很多年 他被医生诊断 阿兹海默症 胖到九十公斤 他就上网找到我 他就来这边 然后我就跟他讲 他一直炖 一直很迟钝 后来治疗了一个月 瘦到七十公斤 瘦到二十公斤 用我的方法 然后他就开始 打电话跟人家讲 所以我已经好了 他朋友真的觉得 他已经不可思议的 权益的 因为他来得早 他被医生诊断 有很多那个 Beta-amilic protein 烈淀粉堆积 说他是阿兹海默症 所以到了某个 critical point 如果还没有到 那个死亡交叉点 其实是有可能 好起来的 就算是没有好 也可以维持 大概我的一个 比较中肯的看法 是这样 就看你的脑细胞 只是受伤 还是已经死亡 因为我们的脑细胞 神经受伤 分成很多 time 就叫 neuroplexia 就好像神经被打到 一下子麻痹 另外一种叫做 axon thermesis 那个神经的axon 轴 坏掉 那个可以好 可以长回去 可是呢 如果你neuroplexia 神经体 死掉 就没有办法 不会再生 可是也不完全如此 因为我们神经 我们叫compensation 就是说 好 你这个功能 是这个管的 如果你这个 事包洗掉 别的好朋友 他会回来起蛋 你看就 我曾经看过 一个报告说 有的人奇怪 一边神经脑 不会动 后来 另外一边 给他起蛋 因为人的脑 还是蛮精密的 我们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说 我们人类 对脑的了解 就跟对地球 的核心是什么 要不知道 我们也只不过 是知道一些 表面的现象而已 所以这个阿兹海默症 我们大概 根据我的一个经验 我认为说 几乎 我也不是夸大口 就是说 阿兹海默症 在我的手里 已经解决的 你们药厂 就不用再去 研发什么新药了 用我的方法 就可以治疗好 你的那个 去医学中心 去医院 去大型医院 有用吗 你做电脑断层 除了增加医院的收入 做MI 做CT 你不如把那个钱 拨来给他吃油 把他治疗 还比较有效 阿兹海默症 根本我认为说 你就是 阿兹海默症 就是不能够去 浪费健保资源 造这些东西的 这是我个人的概念 我也没有去 说去示威 去请验 所以我只是 自己发发牢骚 所以大家也不要 对我太多责难 再来就是 葡萄糖不要吃太多 我刚才有讲过 就是说 阿兹海默症 就是你的脑细胞 不会代谢葡萄糖 就这样而已 做PET 症子扫描 你的脑细胞会很黑 但没有葡萄糖色情 那既然你的 人的脑细胞 就好像人的脑 就好像一个引擎 既然你的引擎不会烧柴油 你就不要人家柴油 就改烧汽油 就这样好了 因为你可能过去 一直都吃葡萄糖 一直烧柴油 最后柴油的引擎坏掉了 坏掉就加汽油 就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 釜底抽薪的 一个叫替代的 一个方法 就是断糖生通饮食 不是我那么爱人家断糖 真的是断糖是很有效 还有细胞内酸中毒 那要怎么排呢 就像我那个大学教授一样 朋友一样 就是吸清 热疗 因为热疗的 它的排汁以及排酸的效果 比清好几百倍 只不过 它不是说能够一直做这样 第四句 前面讲的要生通饮食 断糖 还有睡觉要开窗 不要梦就头睡觉 对不对 不然不是说老人家 才会阿滋海默针 很多年轻人有阿滋海默针 太多了 太多了 30岁40岁 阿滋海默针一堆 所以你说阿滋海默针脑神经退化 谁的脑细胞会退化 只要你违反了那些病例 就会退化 还有青分子医学 要看一下 才能够完整的你对阿滋海默针的一个了解 也就是说这张图的最下面就是少过敏炎 再来就是吃到好的油脂 第三就是清气 最后面就是热疗 然后这些方法都可以把你脑里面的酸根 自己都排掉 然后让你的脑细胞改变燃料 然后就是不要再吃淀粉 既然它不会用淀粉 用葡萄糖就用油脂 用铜来使用蛋 这个就是我对阿滋海默针的一个变化 今天睡眠后期终止症也是这样 我这边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是美国好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他有一次 好像是他姐姐介绍的 来找我 他说他准备回台湾 准备回台湾 他说他因为糖尿病 打胰岛素 越打越严重 打了胰岛素以后 人就好像是什么都忘光了 这阿滋海默针真的是出来 我看脑坡真的是 我的天啊 一片就满天乌云 没有看到 我的脑坡如果是 我的脑坡如果是 死的话 他大概只有二这样 看不到什么脑坡 我说你是断堂生通也是 可是打胰岛素的人要断堂 要很小心 要好好的控制 我们我不会叫每一个 打一刀四端都马上断堂 要慢慢的转移 不然很容易同传中心 这个点我要申明 不要这里看到我的这个视频 就去做断堂生通饮食 出问题 我不负责 一定要给我看过 好好教你 结果他真的断堂 睡眠后凶子症好了 阿滋海默针也恢复了 本来要洗身的也不用洗身的 这个体肤是讲了一千遍都太多了 太多病人这样 最近又有他几个朋友又在来 我写他的名字 我说他现在怎么样 他说他现在又回美国了 又重新搞公司了 我说他怎样 他说好了 我想叫他来他也不来 因为我们的患者 就是好了他很少会来的 诊所不是一个好地方 医生能够不看到总是比较好 我可以理解 很多人都说 王医师你不要再跟人家说 我有来你这里看过 你只好讲他不认识我 再来就是说 这边讲到这里 大家再看下一集 智力神经失调 这边讲到这里